首先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建一个poi文件 在这里的右键 一个poi文件 比如说我们这叫做 01 save gpg 那么这里呢 我们首先import一下request这个模块 对不对 那import之后呢 首先我们要请求发送 请求对不对 请求什么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URL地址 比如找这个图片的URL地址 复制一下图片地址 我们再使用request.get 把URL地址放进来 换完之后呢 这是图片地址吗 复制图片地址在这 刚复制错了 那复制是个链接地址 然后呢我们用response来接受一下 punse 然后呢在这里 我们就该保存了 对不对 那保存该怎么保存呢 是不是我一直open呀 为这open传什么参数呀 文件名 比如当前目录下的a.pnc里面 那后面写什么呢 文件操作方式对不对 我们要写对吧 是w 我们还要写加什么呀 加b的后面对不对 为什么要加b呢 我们要写入一个二进的内容前进去 才能够把它从一个图片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不能写w 当然表示写字符串对不对 但是b才是写二进的内容 那f.write response什么呀 这样content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不是写完了呀 这个地方就 那这个地方可能还是同学不明白 为什么这里是用的是wb这种方式呢 为什么不用w对不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拿到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用字符号的形式 能写进去吗 写进去之后它还是个图片吗 肯定毫不疑问 肯定不是了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使用这种 电脑上的图片编辑软件 编辑工具 比如说我们photoshop 我们加了一张图片 加在内存里面去之后 我们操作它 给它做了一些修改 那这个时候在内存里面 它肯定是一个二进制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完了 操作完了之后呢 我们想把这个图片保存起来 那就是相当于是 把二进制内容保存到我们的 目录下面去 或者保存到我们硬盘上面 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不过当前这个图片呢 是在网络上 对不对 在网络上 我们拿到这个响应之后呢 我们发现 response的continent 是一个二进制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想要保存一个二进制的内容 到我们本地 我们只需要写成WB 如果它是个图片 我们写成一个.png 或者.gpg 结果的就可以了 如果它是个视频 比如说它是个mp4的地址 .mp4 那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保存这样一个视频 如果它是个gif动图 那么也是一样 我们改成gif就可以了 WB的方式去保存 那么它是个pdf 也没关系 我们这里a.pdf wb的方式去保存 response的content 也是可以保存一个pdf的 一个cell 任何常用的格式 都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做对应的事情的 这地方可以理解吗 那么跑一下成绩 看一下结果 这地方a.png 是不是就出来了 在这个位置 图片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里呢 给大家讲这个练习呢 一方面是为了 和大家一起来用一下 前面所学习的 response的content response的get 他们这些方法 那另外一点 还是希望告诉大家 如果有一天 我们想要保存的内容 可能是一个网络上的内容 我们只需要使用 二进制的方式 保存二进制的内容 二进制的文件操作方式 保存二进制的内容就可以了 那么无非呢 还需要给这个文件名呢 后续稍微改一改 它这个图片 它是个png图片 我们就写个png 它这个gbg的图片 写个gbg 它是个mp4视频 frv视频 我们就写上lv frvmp4 它是个mp3 的这样一个视频地址 也是一样的 写个mp3就好了 你解吗 比如说 像是个pdf 也是一样的 这个内容呢 代码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就这么四行 对吧 那么 这是关于刚刚所应用了一下 我们所学习的 response的content 和response的text 看下它们的区别 那么下面呢 还有这样一个练习 大家也来做一下 这个练习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地方 获取新浪首页 查看response的text 和response的content 它们的区别 大家也来动手来尝试一下 给大家三分钟时间